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,美国摇滚乐队联合公园主唱查斯特今年7月字役身亡,享年41岁,洛杉矶有关单位日前公布他的验尸报告,表示查斯特体内并无毒品,但含有酒精反应。 最近TMZ再报,其实查斯特9个月前就曾在酒后试图轻生。查斯特去年11月曾企图轻生翻射TMZ。 据报道,查斯特在去年11月曾在酒酒后,身榜重物沉入游泳池内自杀,但之后他改变念头并及时松开,浮上水面无视。 此事件是查斯特一双塔琳达向洛杉矶验试部门调查员透露,调查员曾将此事写入报告。 上周五塔琳达律师艾德·麦克福森要求调查员别在报告中提及此事,起初验尸官不答应,直到艾德表示塔琳达有权要求保密,才愿意修改验尸报告。 自由时报电子报提醒您未成年请勿饮酒,酒后请勿开车,饮酒过量有害健康。 自由电子报关心您自杀不能解决问题,勇敢求救并非弱者,社会处处有温暖,一定能度过难关。